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秦雅吉 啊這故事很亂 所以我抓畫面用正序法來講 百年前女主角跟一些高手 將永生不死的上古鞋舌大魔王 打昏封印到自己體內 之後她為了避免自己死掉 大魔王會破風而出 所以她吃了人魚肉 來讓自己長生不老 然後為了不讓人知道她長生不老 她開始常常改名換姓 躲在人群中過生活 她當過很多角色 後來甚至入宮當了丫鬟 那時還有個宮中畫師 愛上她 然後為了討好她 就殺了自己的老婆小常 想證明自己心中只有女主角 而被殺的小常怨念太深 幻化成長髮妖 回來殺了宮中畫師報仇 此時的女主角正在因緣際會 被國王看上當了皇后 然後國王就架崩了 她就莫名其妙成為女王 而每隔一段時間 她體內昏迷的大魔王 就會蘇醒想破風而出 所以為了再次打昏大魔王 女主角就找了一些高手來幫忙 其中一位高手就是掌門男 她是法力高強的陰陽師 她最終用定情神刀 成功打敗大魔王 將其封回女主角體內 啊經此一次女主角也愛上了掌門男 但她是一個長生不老的人 隨著日子的逝去 她無法再扮演女王這個角色 女王不會老的是 要是被人民發現 人民可能會造反 說她是妖怪要殺她 所以掌門男建議女主角再次改名換姓 她自己也為了掩人耳目 離開了王宮 但女主角捨不得她走 面對這個狀況 掌門男就抽取了自己部分記憶 用來打造一個分身叫備胎男 她要備胎男從今往後 好好留在宮中 永遠守護著女王 而掌門男離開後 女主角發生三件事 一是她為了解相思之仇 要求備胎男把容貌改成 跟掌門男一模一樣 二是她製造了一個假人 讓這個假人扮演女王 每天上朝打理國家事務 然後她將自己安排成假女王 流落在外多年 終於歸宮的女兒 等於她的身份變成了公主 備胎男也成了公主的護花使者 第三件事是長法妖 找上門來 想殺女主角這個情敵 但她沒想到 她打不贏護花使者 反讓備胎男抓起來控制 成了傀儡 之後十多年就過去了 女主角和備胎男在宮裡談著戀愛 掌門男則是在邊境 收了一個徒弟叫男主角 並將她一手養大 但男主角一直學不會 陰陽師最重要的咒語 守護咒 此咒能在生前放出一個盾牌 你心中有越想守護的人 這盾牌的威力就越強 男主角心中沒有想守護的人 所以施展不出來 接著又到了大魔王 再次想蘇醒破風而出的日子了 啊她每次蘇醒前都有個徵兆 就是她位於世界各地的幾個分身 會先一步醒來作亂 而其中一個分身 現在有陰陽師封鎖在邊境冰山裡 所以這分身一出山 就跟陰陽師們打了起來 雖然最後 他被打敗再次被封回山裡 但掌門男也在這次戰鬥中 受了重傷準備死去 他死前 要男主角這個高手 趕快去王城王宮 和另外三個門派 派來的高手 簡稱四大高手 準備聯手對抗 即將從女王體內 破風而出的大魔王偶 基本上沒啥人知道 女主角已經改名換姓 從女王變公主了 而男主角來王宮後 發生了幾件大事 一是四大高手之一的元吉大師 被人暗殺了 二以男主角的角度來看 公主讓宮裡的護國大法師 被胎男 頂替元吉大師 成為四大高手之一 三 這四大高手依據傳統 必須四處去捉腰 再將腰煉化成能量球 才能拿來 啟動王城周圍 青龍白虎 朱雀玄武 四座結界 掌門男史前 有告訴男主角 這些結界 是上次對抗大魔王時 他跟一些高手建造出來 能在王城周圍 啟動四面牆 讓大魔王無法逃出王城用的 第四件事 以男主角的角度來看 就是公主被鐵線腰入體 吸圓神 被吸得昏迷不醒 啊解決方法 就是他先將鐵線腰 引到他體內 他在用法力 把此腰逼到體外封印 但逼到一半 他沒體力 所以就請旁邊 跟來的四大高手之一的 女主角男 幫忙把鐵線腰 抽出來封印 好 最後一件大事 以男主角的角度來看 就是四大高手之一的小彩 當著他的面 被一隻闖入宮中的長髮腰 要給殺害了 接著我們回來看女主角的角度 電影裡都以男主角的角度在解謎 所以有點亂 我們不管 反正真相大概就是掌門男 戰死後 被胎男也即將消散 沒有本尊了 自然就不該有分身 但女主角威脅被胎男不准消失 被胎男也不想消失 所以兩人想了一個解決方案 而執行這個方案中 發生了六個以下畫面的狀況 一是他們原本想控制長髮腰 把圓吉大師趕走 卻不小心誤殺了圓吉大師 而弄掉圓吉大師 是為了讓被胎男 這時被胎男就能故意不啟動結界 二是女主角想讓被胎男不消失的方案太邪惡 才引來專食人邪念的鐵線腰 這腰後來就被男主角除掉 算是一個小插曲 三是小彩偷偷調查了圓吉大師的死亡案 在調查的過程中意外撞見 女主角跟被胎男在房間討論陰謀計劃 而被胎男發現被人偷窺 就控制長髮腰將小彩滅口 四是女主角男在調查小彩的死亡案中 發現了被胎男可能是兇手 所以雙方打了起來 這一打導致被胎男沒心思控制長髮腰了 所以長髮腰趁機脫離掌控 跑去殺掉了一直想殺的情敵女主角 但殺的過程中被來找公主問話的男主角撞見 所以男主角追了上去 最後長髮腰看逃不掉就解釋了一下狀況 然後因心願意了升天了 再來第五個狀況是女主角靠體內大魔王永生不死的力量復活 然後跑來找被胎男一起打婚女主角男後 就決定提早執行 讓被胎男不消失的方案 他們跑來祭壇由女主角解開封印 放大魔王出來被胎男再抓大魔王來合體 變成人蛇混合體的被胎魔王 這樣他就可以藉由大魔王身上永生不死的力量 來讓自己不會消散 最後一個狀況是被胎魔王想帶著女主角 從未被啟動的朱雀結界位置逃離王城 但男主角帶著就醒的女主角男敢來 再召喚世神要阻止他們逃走 世神就是一種只聽陰陽師的命令 然後以陰陽師法力來進行戰鬥的一種靈體 之後就進入收尾大戰 大戰中發生五個重點 依女主角男以自己的生命當能量 來瞬間啟動朱雀結界 將被胎魔王封在王城內不讓他逃 二男主角為了救女主角男就收他為世神 讓他能以靈體姿態活著 三被胎男本身會用守護咒 就算變成被胎魔王也能用 而他想守護女主角的心 無限大 等於他的守護咒無限強能擋下一切攻擊 四男主角找到了躲起來看戲的女主角 並放了一段掌門男死前留下的互動式遺言給他看 內容大概就是掌門男把兩人定情的那把定情神刀傳給他 跟他說 我這輩子最想守護的人就是你 而你也有自己的道路就是守護世界嘛 對吧 聽完遺言後女主角決定重新封印大魔王 不然這邪物最終一定會害死很多人 於是他拿刀殺掉自己 他體內沒大魔王後頂多長生不老 並非永生不死 所以他就死了 這麼做是為了讓被胎魔王失去想守護的人 這樣他的守護咒 就會失效 就擋不住男主角的攻擊 就會被打成重傷 而他死前奮力一擊 想殺死被打昏的女主角男 這時男主角為了保護世神 就瞬間練成守護咒放出盾牌 擋下被胎魔王的攻擊 並反攻回去 順利將對方打敗 但大魔王是不會死的 他脫離死掉的被胎男身體躲起來休養 最後男主角跟四神女主角男各奔東西 喔 設定上就是能跟四神分開行動 然後有個小彩 但就是小彩其實沒死 準備下一集復活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可能就是要問你 你覺得如果你來施展守護咒 你這咒的威力強嗎 咳咳